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四道戏解说三国杀 那么本期呢我们是身份局环节 那么之前呢也是因为一直在玩国战身份局打的就 就不是很不少,就不是很少 就是根本就没有玩身份局 所以今天呢也是久违的又玩了身份局 那么在你玩国战玩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去玩身份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些感觉 一方面确实你会感到你的 这个排序啊什么东西 可能会感觉生疏了 因为国战和身份局的套路 是完完全全的两种套路 比如说你打国战的时候 习惯开局会刷手机卡 会刷两杀一杀 然后到身份局也这么刷 可能就发现好像不对路了 以及你在身份局 你在国战或开局会想 我第一轮先低调一下 我什么事都不做 你身份局如果你是个反贼 第一轮低调什么事都不做 很可能就这个反贼的线索 有什么事都不打出来 结果被主动方反攻过来了 所以呢确实 因为国战和身份局 他们侧重点是不同的 国战是非常非常侧重于大局观 或者说战略这一个方向的考量 而身份局是比较综合的 既有战略博弈性的这方面的思考 比如说主内反三方博弈 也有很多排序的东西 因为大家在身份局的都市场外界 还是主中方对阵反贼方的 这么一个团战过程 近似于4V4或者3V4的团战过程 所以说呢还有很多不同 但是那我们打很长时间的国战 这就打身份 是不是就全都没有好处呢 也不是的 你打国战中也会有一些优良的品质 会让你继承到身份局中 比如说我今天发现了 国战中锻炼的你的战略思考能力 你的大局观能力 在身份局中也是会起到作用的 尤其是尤其是作为内奸这一身份 因为内奸这个身份的身份局 它的定位是最像我们打国战的 你需要慢慢的排除到你所有的敌人 有的时候你需要跟有的人结盟 有的时候呢 你需要跟立方变成仇人 这个双方的关系转换是很快的 所以玩内奸它所需要的一个特质 跟玩国战特别像 因此我们的国战中锻炼的一些本领 或者是国战当中的一些战术 往往是可以应用在我们内奸这个身份中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就这样的两则录像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第一局呢 就都是内奸 第一局呢是我们最近一个武将专题 所做的诸葛蛋 虽然这个也是两个多月之前了 然后可能我们下一期的这个武将专题呢 会在某年某月 大概一定会做出来 明年肯定会 不是明年 是在这个2017年 肯定是会出来 我相信这一点 也说不能League Flag 好的 那么我们选的诸葛蛋 因为我们前面武将专题也说过了 诸葛蛋的这个武将 他作为内奸的胜率是非常高的 只是他可能有一点这个坑主属性 尤其是你看这个 主攻是孙权 然后华姐选过诸葛蛋 很有可能 你要面临主攻孙权上来 就被反自一通乱刀砍死 因为孙权是很脆的嘛 而诸葛蛋却没有人动 导致你自己想出力就帮不上忙 这种尴尬的局面 不过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匠面没有特别特别强的武将 如果上来就是什么 剑皇盖啊 鲁肃 元树 流风这种家 可能我们就觉得输了一半了 因为这种武将很有可能都是反对 但是呢 一看这匠 春阁曹修正好都不很强 就一个这个 曹匹稍微强一点 但也没有强很过分 所以我们觉得这局应该是 可以打的 这主中方应该不会崩盘 对吧 他上来这个曹修忙搞了曹匹 没有问题 因为曹匹的 本来就是非常偏反的武将 好这里有个土豪迷竹不熟悉的克星亚技能 玩玩 然后它是开机 你看有七张牌 上来就没了 很厉害 手牌人将加X 说我没X张牌 对吧 但是它这个定型实际上是很蠢的 因为是你将任一张点数之合为13的手牌 交给其他命局者 然后该觉得合肥一点体力 好 现在我们是个内嘛 现在这个跳起身份 但是大家都站不住 但是个内是这样 所以两个中不跳了 我们基本上可以不要反了 那我们就象征性的这个 连一下 就是表个态度 表示我是内 我不是反 但是呢 你也不要过分的拿七龙刀 就对这个反贼盟槛 没有任何别 因为我们说 这个还在我们的所谓折服器 你如果现在被反贼看得不爽 一通乱刀砍死 你是没有任何办法 对吧 所以在国战中 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你也要这样做 比如说在那个 某一方形成一个大国了 但是呢 你自己又觉得 那个大国不会 让局面崩盘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不打大国肯定不合适 其他盟友会有意见 第一点 盟友会有意见回来搞你 第二点 有可能真的 如果你不去动弹这个大国 还真有可能扬起来 对吧 但是另一方面 你又不想过分的打过 因为第一点 这个大国本来就可能很弱 你把他打崩了 反而会让剩下的人来占你的平 第二点 你不想吸引大国的仇恨 让大国打你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选择技能上去 相当性的弄一些大国 但是保存一下实力 我们这里也是的 在手牌一出情况下 可以连一下什么 但是一定要让手牌 跟这个体力保持的一致 不要为了打这些反贼 把自己手牌打空了 这个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因为你要积攒自己的后面爆发 因为这局就可以看到 反贼是也不能碾压了的 你看反贼死了一个 那么我们长一些体力 马上进入这个成长期 这样的话 我们的嘲讽去处降了很多 因为我们的这个体力 长起来 反贼就不太为难 那我们再说了 孙权主攻反贼 本来就不要愿意去打主 那么主攻现在装上这么好 可是中藤这曹修 就有很醉痞的样子 反贼应该还是比较愿意去打曹修的 所以这么一个时候 主中方还是有别的优势 你看这个六张牌的 这个土豪老板 弥足 以及这里孙权 又属于武力血 三张牌 三张装备 很不错装备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大胆的 就是脱身成胜 但是呢 你光脱身可能还不够 你可能还表态 所以这时候可以 向正性的砍一下忠神 表明 我跳内了 这个反贼不要放弃 我跳内了 但是呢 我们也不用追上他 向正性可以闹完事 对吧 因为这个 主中方一时半会儿 他也没有办法去碾压反贼 所以我们可以先看会儿戏 然后过一会儿 哪一方过强了 我们去压制下哪一方 当然了 一定要注意 就是不要起了 过多的仇恨 这是我们在诸葛丹 国家之内 有这说说过的 如果大家有不熟悉的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 武将专辑 好的 那么这个AOE一开始 实际上就是有点 这个曹修肯定很无语 本来想动一波的 你这强行的曹修把它翻 对不对 而且曹皮是三血变两血的时候 这个犯人 这个时候犯人对曹皮最赚了 所以你看曹修是非常生气的 逗玩吗 好 那么这个 反贼吗 也比较当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要先来先去打曹修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主攻嘛 你们也打不到 也打不动 弥竹嘛 也没有必要打 那我们那阶已经跳了 更没有任何必要来打我们 打一下曹修吧 你总不能把杀浪费了 对吧 对 好 这个国家强行给他春哥一张牌 春哥你们把联赢了 他可能给人家杀 春哥可能本身又有这样杀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 你不能说你国家不对 国家给你杀的好意 关键还是因为你春哥这个杀太白吧 知道吧 女士兵就是这个德行 虽然这是神将教的 第二把交易 但是神将教我们说很多遍 神将教就是一般情况下 不会发威之后 在特殊情况下 他觉得需要发威 我一般是不会发威的 所以呢 平时可以把他当了一个女士兵来对待 那么这个 藏他又搞曹皮 曹皮又把他翻掉了 你如果有把 我把曹皮搞才很不错 但是你搞不曹皮呢 你这样基本就是把曹修送上黄泉路了 你看曹皮这样一刀 就会把他这个 这个 族人 大概是他的 曹皮是什么关系 曹修跟曹皮大概是一辈的人 我记得是 大概是个包地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一辈 因为曹修跟曹真是那个谁 那个曹瑞的叔叔 三叔四叔 所以他跟曹皮应该是兄弟这个关系 远方亲戚了 不是曹操的牺牲的 好 那么四个曹修 现在就是 按理说 主中妹很反反 人数军等 但是实际上你看主中方出的 明眼是要比这个 怎么样 比反贼方要强的 所以我们这时候 并不需要去打反贼 让他们两个去打就好了 对吧 我们这时候可以再休息一会 对吧 然后再只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一个队里上线了 根据我们的技能 如果不熟悉 可以再看一下技能 或者看原来的视频 再加一点上线 我们出过蛋就有机会觉醒了 那么现在就有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不要觉醒 这个局面看起来 说实话是比较僵的 我们有没有机会 一波收全场的 目前看来似乎没有 似乎没有必要觉醒 怎么办呢 就是保湿血量满的 这样的话 如果你保湿满血 即使你提升线 再上上一点 到七点 你也不过觉醒 我们等到这个机会再绝醒 对吧 他们想决定 首先我们知道的有OE 或者有联统 现在我们既没有OE 也没有联统 每会和摸的都是基本派 所以呢我们可以再等一会儿 而且这个局面关键也没有崩 对不对 但是顺序算还不成好 虽然不好 你看 迷竹一给牌也好 所以迷竹这个技能是 利人不利己的 他不像刘备给牌 是自己回去 他这个给牌是给别人回去 并且他是 只有这个点数 合为13的时候才能给 所以这个技能 你到后面会发现 基本上三四轮才能发一次可能 而且这还是 迷竹这局没有被限制的情况下 反正一直在打主攻 所以迷竹这里是健康发展的 两三轮三四轮才能给一次 所以这个将应该是比较弱的 大家购买的时候 要注意 当然你如果你是为了 他有个称号 他有个战功叫土豪 你要拿到这个战功 因为这个战功你去买他 那我也不可说 对吧 土豪嘛 好你看主攻现在选一下 所以在这局里面说 迷竹发挥成还挺好的 为什么 因为反贼他咬定了 要打这个主攻 那么这个迷竹就可以 有充裕的空间给他牌 孙权又特别需要牌的 不需要牌质量 因为迷竹给他牌 一般质量是比较差的 他是强行为了凑点数 我实在才给 所以给他牌不一定好 但是对孙权来讲 只要数量 不要质量 所以他还能回血 所以这个反贼打孙权 迷竹可以安安心的 让他土豪来包养他 这些挺不错的 我们呢 这里已经拿到了 孟密球的连主 但是很遗憾 我们这个杀实战是太少了 所以我们还需要不断的过牌 最主要是 局面还没有崩 所以这局我们 你看到没有 我们的身 我们角色变化也很快 开局呢 跳个身份 去搞一下 相当性的搞一下反 过一会儿呢 要相当性的搞一下中 这个就这样跟我们的国战打法 是特别特别像的 对不对 而另一方面呢 我们首先不能盲目的续报 一定要做出一个姿态 你看我们现在开始打反贼了 因为我们觉得反贼 这个马车一旦传起来 就比较强了 而且我们想杀国家 杀很多轮没杀死 这帮人的装备 已经慢慢起来了 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够 再做事反贼了 时间长当的话 很可能就 主装方方方方方方 撑不住了 毕竟反贼还是多一点 排杀在他们那边 你这个时候 尤其他装备 翅传上会进一步拉牌下 主装ù现在根本就打不到 也没有精力去打反贼 他要忙于自己回血 很难很难 所以还是 我们需要来做事情 所以你看这是反贼开始 就全局不很有意思 聊天区 一直是反贼在聊天 主装方方 我们那一间余地有需要的美术 反贼一直在聊天 而且是很猖狂 指挥边 什么你不能让内营 你要推卓 什么 sanity 这个时候你能做什么 只有 凝能人 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 反贼是非常嚮张的 他们可以说 我就是不管你们 我就是盲目的打主 但是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不用太难及 为什么 因为局面其实掌握到我们之间 我们这时候不需要去跟他们 你不要急着去跟他们争辩 跟沙家怎么样的 没有任何必要 因为这个局面是可控的 他们自以为这样子是想要求我们 在实际上他们如果打主正中下轨 因为我们还是挺怕这个孙玄 把状态养起来了 那么由于反对的不断压制 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孙玄被压制了 而弥主为了养孙玄 有时候不得已一次性会给三四长百岁 也太难及 我们可以相当性的打下弥主有时候 如果觉得弥主控不住了 牌有点多了 五六张了 可以稍微的弄一下 而主攻根本就死不了 因为你们这两个 拨牌白加输出白 想把一个有保养的孙玄 状态打下去是很难的 基本上每回就是你们把孙玄打下去 孙玄又回回去 你们把他打下去孙玄又回回去 同时孙玄又是那种 状态是那种刚刚他把血回好 又不能做是很大输出的 所以这个局面对我们是很有利的 我们有淘游可以保证这个局面不公平 同时呢 有余力的时候可以稍微搞一下弥主 但是你看现在 反贼 第一点 反贼装备太多了 第二点 忠臣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需要 还是搞我们了 所以这个时候苦头的 表示一下 我们要开始限制反贼了 因为毕竟 反贼和主龙方的人数是均等的 并没有去拼击权去打忠臣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兵就没有用了 对吧 我们可以准备 现在要把反贼的装备弄掉了 不然到后面会是非常非常讨厌 你看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距离打忠臣 这还没有可乐这两个人全都装了防具 这还没有可乐在这个地方 有个孙玄 所以 这个时候 马车被拆得不错 这个时候一定要开始控反贼了 反贼还在叫嚣着要打死主 我们不用管他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攻 一圈之后死不了 你看蜜珠继续杀我们 但是他你看拆了个这个东西 拆了这个他应该知道 我们刚才有这个兵什么要搞他的 他应该有这个觉悟至少 那么我们现在装个加约码 免得蜜珠还来反我们挺讨厌的 对吧 也是逼的蜜珠攒牌 攒牌的话就可以给主攻 给主攻就能爆掉主攻 那主攻就不会被反贼推掉 所以呢这也是挺不错的 可是加约码还得很及时 那么现在我们 至少自己生存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要想的是 怎么把这个反贼快速削弱下来 现在蜜珠已经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五分钟之前我们还在担心 蜜珠排太多 怎么怎么样 现在已经不担心了 现在担心的是反贼状态过强了 所以 终于来一张紧张了 还是南无尔鲜这种关键紧张 一定要给个三好 我们现在的底队上线 已经符合军警条件了 什么时候你想军警 只要掉一定血就可以 对吧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 如果有人开gave 我们是可以掉的 这个就要看你自己了 想不想掉这个血 想不想决心 你觉得有机会 出选场吗 从现在看来 我们是没有机会的 对不对 都满血 蜜珠能把他吐死 其他也吐不死 所以我们知道 选择出战 继续等个机会 不用决心 好 那么一主 我在这里 挥牌 是吧 那我们可以开个这个 五谷找个装备 对 找个这个武器 去打上春哥了 限制下这个反贼了 反贼太讨厌了 春哥是美猴 素素挺讨厌的 曹比我们不担心 春哥还是 有硬的护牌能力的 曹比则是完全没有 护牌能力 所以曹比对主动的威胁 是不大地 春哥如果 这样子美猴能连你的话 还是挺讨厌的 所以就比较限制 不过孙雪呢 由于排很多 所以就不用担心血的问题 气点还是挺平衡的 好 现在的话 全场都被连了 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们还挺希望被连的 一旦掉血就会决心 不过现在看到 我们能不能把春哥搞死呢 好像还不大行 因为南蛮入侵 他如果保持两张白的话 是很有可能有杀的 而我们 他长期没有人杀过他 所以说里应该有一张闪 那我们这时候杀了 我们也杀不死 我们可能还需要一张南蛮 或者一个决斗 当然最好的是一个火攻 这个可能最好 我们可以直接红自己 对不对 把这个春哥强挺带的一血 然后 或者用那个什么决斗啊 这种东西解决它 当然比较先南 先南蛮可能更好 好 我们这开始砍春哥 由于这个体操练环的作用 我们不想觉醒 所以还不能用这个属性来去砍 然后把泥珠的八卧阵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八卧阵 你现在不拿掉 过一会儿你可能就拿不掉了 过一会儿他们无限拿起来 可能就更打到这八卧阵了 因为你早晚要去打泥珠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 第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泥珠 因为这个人是 我们不一样的挡到的 打死他才能去吐槽批 所以不能让泥珠重来再好 我们现在要打反责 不代表我们就忘掉了中心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玩内奸的时候 我们需要随时转完速 正如国战的时候 有时候魏国很强 有时候魏国碰掉 变得五国很强了 我们都需要助力去 怎么样去控制对方 同时怎么样的低调的隐藏 去放 你看我们这里该输出是输出 但是牌一定要留好 这个无助手就是留的 我们在爆发的那一轮用的 有的我们在哪一轮 需要受人头了 但是发现这个连阻杀不扣 就把这无助手开出来 这都是我们现在 留给未来的自己的 一道宝贵的祭福 那么现在有决斗了 两张飞杀输出来了 有机会把春歌搞死了 所以我们可以搞出 先上升个一刀 继续压它 如果让它保持了 一滴血就会血不回回来 我们到这里就会搞死了 对吧 因为它手里只有一张牌 是自己的 那么这张牌 就很有可能是 闪货酒这种的 另外一张牌是随机的 虽然摩杀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容不到百分之十 所以我们当时可以赌的 你看 这个时候主攻打的 实际上是挺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曹丕这么多了 没有动过 必然会有桃子的 让曹丕把桃子耗掉 然后我们亲自来收春歌 收完春歌了后 我们用这个连弩来打过去 先打迷住 再打凶 这实际上就是 我们可以给自己 定一个胜利的路线主题 这也是我们这个国战 能够取到的东西 国战中我们竟然会想到 怎么样 我们来规划 未来路线 通过先打谁再打谁 一个一波带 直接进入2v2 或者2v1这样的优势局 那么对于内阶来讲 我们也是可以用 类似的四大流 先一个男男 把它春歌打下来 再一个直逗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觉醒 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觉醒 就在这么一波爆发 火攻一下他 火攻我们可以让自己 为什么不红自己呢 因为我们觉得 红他的概率是能中的 我们想更想看 他手里是什么牌 如果不是闪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九杀他 当然既然是个闪 那就算了 我们在下一轮 觉醒再对付他 我们这里是有杀掉 觉醒可能还能摸个几张 摸个大概 这个两个无线 排不出去 就是为了多过牌而已 对吧 那么待会大概能摸 三张五张牌的话 应该是能够 搞死蜜珠的 我们觉得 你看 你看三二二三 两张杀 先杀一下 把他闪用两 然后九杀一波 如果能打死蜜珠就还不错 但是问题是 曹丕就在上一轮 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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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坏事在于 曹丕现在把连斗收过去了 这一轮如果他杀比较多 很有可能会出事情 因为他有杖八 可以先把杖八拍出 一个杀 然后再你看 所以这轮很危险 我们只有一个桃子 就怕他一个波 把孙起来这个加一码拆掉 就完蛋了 不过呢 他没有解一码 也没有拆 所以你看四张杀 我们这也算是侥幸的 但是连斗这个 南柔庆是很好的牌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发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就马上死了 并且他要 想把他老公 要把他学的 我们还需要 把曹丕给摸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问题了 刚才如果你会注意 反的聊天光 你会发现反的说什么 曹丕几次在犹豫 说要不要帮这个蛋 他当然内心里 不会想说是帮内 他只是想要不要 换一种打反 但是这几个反贼 队友一直在命令他 说你退出 因为你会退出 所以这样反而就中了我 那下坏就对 因为我们说的 一直有一个桃子了 可以保证主攻不死了 你这样打孙权 就两个好处 第一点 你一直压制孙权 让孙权撞得起不来 这样让我们 哪天把你收了以后 孙权不会 让我们的孙权单枪 不会太困难 第二点 你打孙权 使得孙权只能打你 因为我们玩 国战就知道 一个人如果 想 我们决定要打你的话 你这时候 没有别的 只能去打他 不然你会死 对不对 那孙权因此只能打骚逼 那我们这就有机会了 你看 他还是死掉了 被孙权杀掉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时候 就给一个很高的姿态 你看我们换了个皮肤 还是会动的这个 直升机 猪狗蛋这个皮肤 去跟孙权弄掉 但是呢 我们以为孙权 这一格 卡掉的距离 所以这是很危险的 必要是我们需要 调上线 调上线 来强行过牌 去的话孙权搞死 过来的蓝牌还不错 所以应该是个 闪的可能也比较大 诶 嘴巴打死 实际上再拖个两轮 我们就比较危险了 因为我们这孙权跑很多 但这些都是废牌 我们这时候需要的是 杀和距离 如果有 只要有个距离 我们基本上 每回都一个9%打孙权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距离 而孙权一旦 把血液回来 一旦回到两地 我们就很难打了 所以这局也是说 在最后单挑 还是有一点 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 孙权最后什么牌 你看 是一个闪 但是呢 成体来讲 这个局面一直没有失控 一直在我们的这个 规划之中 可以说是叫 谋定而后动 这就是国战中 我们经常会做到一点 国战中 我们经常说 你作为一个暗将 如果现在局面 人不多 大概五六个人的时候 你要想什么时候 通过一个一波带 能够跟场上 比如说你有一个队友的话 跟那个队友 进入一个优势的 2v2局面 比如说你是未规划 就我2v2 是没有问题的 能赢对面的 那我怎么样 通过一波带 来成为 进入这个局面呢 这就是我作为暗将 是我这个虚报 要考虑问题 手把结构 如何调整 以及如何引导场上 局势发展呢 这都是国战中 我们需要的一些技巧 或者类似的 在三日局的时候 什么时候 需要一波带 进入一个 跟你比较想单枪的一个人 就能掉 这些都是类似的 也是我们 作为内奸手 能够采用的 而猪狗蛋这个内奸 偏偏他有很 很强的这么一个 虚报空间 所以还是 跟国战的这个 思路还是挺配的 这一局也特别认详了 诸葛丹这个内奸 确实是很强的内奸 因为我们后期 能续报的 还太多了 同时又不像 吕蒙会被这个 输出给限制 吕蒙为了续报 就不能杀 但是我们诸葛丹 是可以杀的 因此 诸葛丹确实是一个 很强的内奸 那么我们再看 另外一局内奸 是如何把国战中的 一些思想 应用进去的呢 这一局 我们刚才讲到了 除了诸葛丹 还有一个 就是招牌的 以虚报其家的 经典内奸 就是吕蒙 不过这里我们选的是 戒吕蒙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他的技能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局吕蒙 这还有两个技能 一个吃饱 一个限制 那么是孙笨主攻 看局上还不错 我们第一轮 好一会儿 肯定是直接过了 对不对 内奸吧 低调的 很怕匠面 这一局的匠面 比上一局就昏多了 放眼望去 你看 强调 中贵 刘峰 二张 都是强奸 孙上将 灵董 也是不错的武器 那么他的剑马超 那位是 剑马超 可能跟这帮人比 差一点 但是如果剑马超 放到上一局 也算是个 比较不错的武器 虽然我们老是黑他 但是你不得不说 他作为一个菜刀 也属于比较强的菜刀 对吧 好 那么这个 马超 中贵 我们有没有看中贵 跳法 是吧 对吧 反正中贵 我回挑选是个反 因为我们是内的 中贵当忠诚也太坑了吧 现在孙梅居可以当忠诚 不说这个 我们前面 中贵的这个专题 论中贵在孙梅居当中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这里不都说了 好 那么刘峰 这边 实际上 二张 好吧 不给他 二张忠诚 强度是有的 二张忠诚强度真的是有的 他当反贼固然很厉害 我们嘴鲁蒙丁 第一月可以直接掉的对吧 因为马上决定了 决定以后这个伤心就没了 所以对于中贵 邓爱都同理 将会同理 这个第一月可以掉 决定 如果你有决定的话 二张忠诚的话 这个排差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 忠诚 孙梅居 很容易被搞死 一旦孙梅居死了 我们这个三打四是 肯定打不赢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去帮主 本身我们作为内奸的 就是主动发去猎势 什么就应该帮主攻的 可能你不要帮他拼命 但是你肯定不能下来够帮 这一局的话更是 孙笨主攻 你如果少了一个忠诚 他可能会变得非常非常法力 他的排差太弱了 对吧 反正又比较强 所以一定要帮 再一个很重要的理解 就是我们的位置是非常好的 被忠诚包围 所以不用担心反正会打稳 而且虽然他潮口太高了 反正一定会去打他的 所以我们并不太担心 自己的生存 那其实如果不能一生存 我们是代表输出了 对吧 而且我们也不用输杀嘛 把这个决斗和虎空这种牌 一定要留着 我们是内奸 不是忠诚 内奸 你的每次输出牌 都要用当刀刃 会从中央反正 他们自己 有时候可以直接用 因为后面有队友 帮他解决问题 而我们内奸是没有队友 所以这输出牌 都是你宝贵的财富 每张牌可能都决定了 一个胜负 因此你一定要把这种牌 好刚 在刀刃上 不过索性我们吕蒙 还有技能 不用这输出牌 也能干净很多事情 攻心是一个本能好的技能 能够在场上每个人的手牌 判断的一心二手 从而合理的 针对处 制定你的战略 这一局的话呢 一开局 应该还是 态势还算明显的 就是一个4v4 对吧 那由于我们这边二张 孙障家都是比较强的 我想跟孙伯也有一定的配合 所以呢 如果我们这里在帮下主动方 主动方是完全可以打的 那么这时候你发现 这个问题 这个灵统不会玩 灵统跟二张 不是一对手 你七百局呢 就拆别了 就是从二张买 因为你七百局 二张的技能是七百局 就是七百队的牌 那你领统这个事 七百局把别人的牌拆掉 就是七百队 所以这一牌 二张都可以拿 你这样发一次技能 就让二张大转一次 所以如果这样 他再连续搞几次 这种事情的话 你看他说的胜率也不高 连续搞几次 这种事情的话 主动方的优势或 去促帮他 再加上反正两个扣管了 大意就是 内奸也在 本来就在帮主动 反正还有个这样子 我看他不完了 所以我们内奸 就是能够注意一下 是不是还要去 帮这个 什么 这个 倒不是说 这个怕这个什么 怎么样 怕这个反雷不玩 我们根本就不担心 这个问题 死一个反 四了三张可以打 但是你自己确实要注意 不能让主动方做得太大 所以这招可以看主攻了 因为孙笨很多 我们需要知道孙笨 还是什么样的 不数 刚才那个牌 只有一个桃子 所以我们看一眼就好了 我并没有拆 也是相对对孙笨本人 表了一个善意 虽然我自己 跳了这个内 但是呢 我也并不想 跟你们撕破脸皮 对不对 但是如果 那是四个刀子 我们肯定就拆一下了 不然的话 这个确实就有点 有点 好像有点有阻性 对不对 按理说 这个斯威斯的时候 不应该去方法 但是你看 这个灵动孩子这样打 这样打的话 每动一次就给 二张很有大量的牌照 虽然 这都是基本牌 对二张没什么用 但是长此以往 二张还是很赚的 所以 你看他还没闪 所以我们可以 这时候可以 考虑一些别的事情 对吧 至少我们肯定 是不用帮主动了 那么这三个反对 极体托管 意思很明确了 就是我们现在是 你看你看 开始说这种话 虽然我们不能保证 这些人真的会逃 实际上也不带回去 用反对效率这么高 他们不会有 但是你看主动方 这么多桃子 确实要控制 这里有个小技巧 就是你攻心的时候 你可以把他 红刀牌依次拖下去 再拿上来 这样对方 警察所有人都可以知道 大概知道 孙手多少个 红刀牌 红刀牌桃子有很多 对不对 大家能大概推断出 孙手多少个桃子 拆掉一张 两个派 对吧 而且我们的手牌 结构是一点没有不坏的 我们不要因此 就强行去 跟主动方拼命 也没有必要 好 我们看 接下来怎么办 终会 继续在这里 那终会中的 还挺难言的 我们这局 如果凭一个 最妨碍我们的人的话 那么一定会先凭一个 终会 因为这个人的后期 是最讨厌 最讨厌的 一定要注意 而相对的一点 马超啊 刘峰啊 这种人就 不是特别担心在后期 尤其一帮人 相对来 会脆一些 好 林灯死了 那么我们可以 大胆的 作为一个平衡者 来围观这个局面 对吧 因为这三个反对 真的是不弱的 他们不拖 这个人死了 他们就不拖管了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可以大胆的 你看 舒服了 有精神了 他们根本就 没有想要去放弃 因为反贼声率这么高 别人玩反贼 都是很认真的 而玩主中方 玩内奸 竟然会有人放弃 这也是 这个游戏反贼 杀的一个原因吧 特别是闻嘛 好 那么这个局面下 我们可以看到 看似是平衡的 但是 二张 你说的 很不利 虽然相远 快死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候 要灵活的 根据局势 来判断我们的思路 我们前面看到 孙策有很多很多的 但是这一轮 还有这么多吗 如果 某一刻就逃 这两个都没有桃子了 这两个要死了 我们这时候就要 根据这个局势 你觉得 如果他死了以后 我们三两三 能跟他们看好 就救 如果不能看好 我们可能就要考虑 不救他们了 对吧 好 这个连弩一装 我觉得流风 应该就基本上 就没有任何办法打 对吧 流风一死 就是两个反 两个中 一个阻 这个时候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去搞主动 那么搞谁呢 好 我以为 起码孙策搞 孙策不死 二张也活过来 对吧 那我们先搞孙策 有没有办法呢 在不出杀的情况下 当然有了 我们有火攻 又有决斗 应该是问题不太大的 他想把我们推死 可能也不容易 好 看孙策策什么 这个 那就可以直接决斗 决筹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还有火攻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直接 直接过 中贵这一轮觉醒了 如果我们旅盟 还现在能够限制中贵的 所以不用太在意 现在的局面 请注意 反贼中账 似乎又好起来了 而二张只有一个 如果二张这个时候死了 会成功 如果二张死了 我们必然挑病 这两个 对不对 二倍二 中贵已经觉醒了 排差比我们大多了 孙笨就是个白白 这个时候 我们旅盟又不敢输出 要虚报 所以这个时候 要救二张 一定不能让二张死 因为二张这个状态 你不用担心 他会失控 而孙笨这个人 你不想赢他神装了 就不好办了 所以要注意这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不保孙笨笨 保二张的原因 好 然后这个孙策 跟我们拼命 这时候 你可能有时候 你需要怎么样呢 如果你想赢的话 早知如此 你可以适当的 劝述这个 要让他认识到 这个 打你 对他来讲是没好处的 让打你 他是赢不了的 而同时你要让他感觉到 让他感觉到 他这局有一个的希望 如果他觉得被你逼的 赢都赢不了 他可能就 毫无故地去打你了 一方面他会觉得 他这局还能有希望赢 他既然想赢 咱们就有办法 抓住他这个心里 想赢的人 一定会有破战 真正可怕的人 就是不想赢的人 因为他心无挂碍 这种人才是 我们最偷偷的 那么现在的局面 我们要把这个 记忆跟说两个压下来 才能够去考虑 去处理二张 因为二张并不是 担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一下中货 中货 不错 中货没有猴子 这点比较好 但是什么 这还是很高 有杀 有杀 有无限 你要不先阿蒙吧 这个时候你看 反贼开始恐吓了 想恐吓那天 但是其实反贼 我觉得最蠢的一个做法 就是你恐吓那天 是杀那天 因为那天胜率 本来就比你反贼低 你是恐吓那天 就是把你自己 40%的剩级 去跟那天 20%的剩级去对号 那你觉得那天会怕你吗 那天来讲 是真正的赢的人 无所谓 因为那天 你觉得概率会 比你反贼的人 概率低得多 你一个反贼 拿自己这高胜的局 跟那天的低胜的局 去护血拼 那天是不会怕 正所谓 光讲的话 穿起了这个局 而反贼们 还是想吃的 反贼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是你搞那天 那天要不拼没有搞你的话 反贼已经不会去 存开掉了那天 因为他还是想赢的 你要让反贼感觉到 他们能够赢 同时又让他们 把他们的活力 引导在别人身上 这才是我们需要 诶 你看到没有 由于我们的牌比 二张多很多 所以反贼要去打二张 再压二张马上动 所以反贼会打二张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打二张了 因为我们自己的快要数了 这时候就需要 我们一波输出了可能 因为拖下去 我们是把不赢 这两个人的剩级 有中柜的排查 有马超的强力 我们是不如打快打快 那么也都很难 打赢反贼在这个时候 所以一定要快速输出 把反贼早上解决再说 那么很不错的是 这个主攻的眼界 几个游戏把这会打死 那么马超这个人头 我们应该能收到了 是否可以去看下孙盾 不烦我们 我们就把马超收掉 那么进入单挑 进入单挑以后 戒吕魔的必要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打一个没有局景的孙盾 可以说是 只是掉起来打什么 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有一万种方法的印卡 我们甚至可以这时候 就归他个二十轮 在打他没有问题的 因为觉醒的比方 可以用神灵模式 喜欢那种 那种单挑打法 就是不断的把一个货帮 他在排队里 接上你的过牌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不过似乎我们已经不需要 去打败什么孙盾了 所以这一局 你会发现 跟国战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国战中 你经常会改变目标 一会儿你要跟 蜀国结盟打魏国 一会儿你要跟 无国结盟打 所以有可能 这个局势是在 不断的变化 你需要根据局势变化 灵活改变自己的策略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改变策略的前提有一条 你一定要自己 要充足了资本 如果你只是像一个 乱神中的扶贫 飘来飘去的话 自己没有足够的本钱 那你只会沦为别人的棋子 我们要做的是 让其他人成为 我们自己的棋子 这是很关键的 这也是 自于一个内奸 必备的素质之地 所以说玩内奸的 想赢 确实是比较顺 难很多 那么这个乐趣 也是高很多的 这一点也类似国战 国战的平均是 这个胜率是比身份局要低的 因此国战 如果你能赢一局 那一定是你多方面 斗志都有你的结果 既有你的优秀的排序 出色大局观 你有一定的 驱爆能力 迎刃能力 爆发能力的 综合的配合 才能获胜 所以通过这期视频 我们可能稍微的 就是扯了一点 先谈了一点 先扯了一点 这个身份局 也就是内奸身份 跟国战的关系 也是录了一期 久违的身份局 那么本期的视频的内容 我应该就到这里了吧 好的 那么就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